这次多谢仙子了 怎么 帮了太白星俊一次 就从星俊改口成仙子了 太白星俊还真是 半日后 太阴星广寒宫中 伴着星光 两道身影在广寒宫角落 缓步而行 李长寿自是保持着太白金星的模样 那恒娥也还是此前那般端庄秀雅 听闻恒娥有些不满的吐槽 李长寿只能略带尴尬的一笑 恒娥轻声道 一点小事罢了 太白星俊不必放在心上 那阵法我查看过 外部的确没事 便装确实是被人从里面带过去的 话语一顿 他目中带着几分亮光 太白星俊也懂路何归原阵 不懂 纯粹猜的 我总不能去月华池查看 李长寿探道 什么理由 如何辩解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来辩解 谁来说这般事 今日能救变庄者 偌大的天庭 却唯有仙子 恒娥道 此事当真有这般严重 便是他有这般色心 也有这般胆量 去闯了月华池 凭变庄此前立下的战功 尚不能抵此次过失吗 功过若能真能相抵 天庭规矩何存 功就是功 过就是过 李长寿背负双手 叹道 职权者不可动私情 这是天道对天庭的要求 只是很多仙神感受不到罢了 天庭要维护天道 至公无私的形象 天道才会给天庭 三界治理之大权 今日这事 相对于天地大事来说 固然是小事 但却拿捏到了天庭的弱点 即仙神本身良有不齐 私情较重 背后算计者所图不小 心思无比高明 颇难对付 恒娥轻轻汗手 笑道 这棋内的弯弯绕绕 恒娥是搞不明了 李长寿做了个请的手势 两人缓步走入最初相见的池边阁楼中 不知不觉 李长寿已是反客为主 他问 仙子觉得 便装这人品性如何 若不说男女之事 倒是可以的 恒娥嘴角轻轻抽出了几下 这般私欲熏心之事 也能被他说出这么多道理 当真让人 有些不知该如何评说 对于这般将领 新郡还是少用的事 免得被他牵连了生命 李长寿笑而不语 与恒娥一同入座 一旁玉兔低头跑来 送来茶水点心 李长寿与恒娥默契地保持着沉默 带玉兔走后 方才继续言说 恒娥有一点不明 可否请新郡大人解惑 仙子问就是 我自斟酌以对 知无不言 恒娥道 为何新郡传声时 非要让我在最后再登场 如此怕是对新郡名声不利 落下个凉薄之名 李长寿思索一阵 倒是不太好回答 他其实是在等 看除缺自己的安排之外 天道会不会有其他变化 救下西游劫难中的半个主角 可惜 李长寿最后也没等来什么变化 天庭先生有力使不上 便庄一腔热血 上头就要认罪 而自己的安排 似乎就是天道选择的解救方式 颇为微妙 但这些是不好对恒娥言说的 李长寿也只能道 趁着这次机会 让便庄这家伙吃些苦头 免得他继续膨胀下去 人总要有些压力的 不然就容易飘起来 希望这次 他能常常记性 一点名声对我而言无所谓 我本就不在意这般 你就是坐得在周全 很多人背后依然会骂你 这是所处位置决定的 只是 恒娥端起茶水 皱眉道 这便庄最后在灵霄殿内 看我的眼神 当真让人有些厌恶 这无妨 李长寿正色道 待此事风头过后 若有必要 我让便庄来 广寒宫前跪下 任仙子做义母如何 扑 咳 嗨嗨 恒娥堂堂大罗金仙 端着茶水一阵猛咳 面色不知是胀红的 还是羞红的 眼神狠狠刮了下李长寿 随之满是忧怨 他嘴角一撇 哼道 今日恒娥身子不适 新军改日再来吧 不送 真的是 唉 仙子 李长寿抬手想挽留下 但恒娥甩身就走 身影已消失在了侧旁楼阁之中 他摇头笑了笑 散掉两人周遭结界 驾云飘然而去 半日前 李长寿带三百嫦娥 于木工 月老鸭变庄去灵霄殿中 玉帝清审 恒娥作宝 证实变庄为人构陷 但后续追查 又陷入了死结 众嫦娥都能证明自己 并未单独行动过 他们之中 最少有两人甚至几人说谎 但这事 也无法大张旗鼓追查下去 就按李长寿所说那般 若查出变庄被人诬陷 但找不到诬陷之人 变庄也要被重诚 不过这时的重诚 就与此前那般 要丢小命有些不同了 玉帝下旨 姻缘殿经变庄 姻缘千年 即千年内不得搞对象 已是对变庄醉酒失查的成见 李长寿加了点补充 取掉了变庄天和水军副统领之职 于府邸敬足百年 百年内若在饮酒 直接打入凡间 变庄对此 对此 嘿嘿嘿 恒恶仙子 太阴心俊 他就这么来了 那低调奢华 又处处透着富贵气息的府邸中 变庄坐在回廊尽头 抱着面前的朱祁石柱 面色驼红 双目迷蒙 一旁 嗷已满脸恨铁不成钢 骂道 官都丢了 还在这里仙子 变庄嘿嘿笑着 小事 小事 灵珠子抱着胳膊 嘀咕一句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明知有人诬陷二哥 却查不出结果 如何甘心 变庄舒服地叹了口气 如果算计都是这种 再来几次也没事嘛 嘿嘿 仙子为我出头 这找谁说了一句 嗷已哼了声 明显是教主哥哥请来的 这天庭中 无论是谁开口说此事 都会被认为是八戒教主哥哥 唯独恒蛾仙子 其名声 其身份 才可出手保住你 你可知 教主哥哥在其中担了多少风险 若恒蛾仙子将此事说出去 借此嘲讽教主哥哥几句 教主哥哥落下偏袒色魔之名 恐怕也要被人传作是色中恶鬼 说你去闯越华池 是受了教主哥哥指使 这个 便装蹭蹭鼻尖 新郡大人也是嫦娥总教席 应该不会这么传吧 人言可畏 熬以嘴角微微一瞥 灵珠子目中带着几分不愤 问 难不成 此事就这么算了 那些嫦娥又如何 为何不能继续查下去 一个个审问 不行一个个引入梦境 搜查其记忆 总能找出来是谁 便装小声道 天庭嫦娥三界闻名 这么搞事情就大条了 灵珠子满脸无奈 二哥 你现在还念着莲香西域 熬以却道 此事确实不宜闹大 明面上将事情压过 随后暗中调查 放心吧 教主哥哥定不会放过此事 灵珠你莫要冲动 看这货 满脸幸福着 对他而言 这就是最大的因祸得福了吧 嘿嘿 还是意已了解咱 便装抱着朱七木柱 满是陶醉的黑黑笑着 太阴新郡 我欠了他一条命 这恩情 三辈子都还不清了 救你的是教主哥哥 这不一样 咱命早就是新郡大人的 我去找兔兔商量下 灵珠子攥了攥拳 若是查出是谁诬陷的二哥 先拖去打一顿 严霸转身匆匆而去 留下便装 在那一阵干瞪眼 便装回过神来 匆忙大喊 不是 那些都是仙子 三弟你别真动手 安心吧 若有不妥之处 教主哥哥自会拦住他 毫以身形倚靠在侧旁 但此事 说不准还真要灵珠子来查 他是产教弟子 并非天庭仙神 对女子也是无感 这名声天庭都值 哎 便装一阵摇头 年少不懂好 老大涂伤悲 三弟还是太年轻啊 今日能得太阴新俊出言辩护 天庭一行 直了 毫以被他气得直翻白眼 骂道 没救了你 我永远仰慕 恒额仙子 滚 你还不知收敛 到处说 你的那些歪道理 早晚要被这般是毁了前程 小事 小事 将你打落凡尘 小事 小事 除了你那货根 呸 大不了就是一死 谁在搞事 小穷风 单房前 李长寿越来越喜欢在门前闲坐 看天看水 看云看鹅 大概也是心态老熟 有了点老大爷之感 其实 此事 以处罚便装暂时落幕 也是他暗中给玉帝陛下的建议 就当是对便装平日里 不慎言慎行的成见 坐在月宫中审理此案时 李长寿最开始完全不能排除 便装自己色 欲熏星的选项 没办法 你永远可以相信便装 除却与美丽女子相关之事 这次 若非自己与恒娥仙子 还算有点交情 当真会陷入两难之地 只能启用便老夫人等备用方案 但其他人出面 哪怕有周全的解释 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李长寿当时坐在月宫中 与恒娥传声约好此事后 就已经开始思索 后面该不该查 又该如何查 如果这是西方教在搞鬼 那自是万事大吉 但如果 不是西方 又该如何收场 诚然 西方教搞事的可能性最大 毕竟此前便装也曾在灵山吐血碰� 被灵山记恨实属情理之中 啊 突然想到 西游劫难的落尾 这便装成了一位靖坛使者 连罗汉果位都没混上 会不会就跟此前得罪了灵山有关 也不对 那时候的灵山 大概率非此时的灵山 但仔细想想 西方教此时当真敢继续 针对天庭 那两位圣人 是为达墓地 不择手段的性子 但也正是因为这般脾性与形式理念 墓中所见只是利益二子 反倒会在此时保持克制 如果再继续跟天庭作对 西方教家底 都要被打磨 天庭崛起是大事 对于天道而言 其优先程度远在西方大兴之上 这是 那两位圣人老爷 阴影明了 换个角度考虑 天庭平稳了百多年 突然被搞的 为何会是变庄 李长寿陈英几生 心底浮现出一个个选项 这些选项互相连接 化作了十多种可能 此时已经制动 已不变印万变 若今日陷害变庄 并非是灵山所为 那此事断然不会如此落幕 对方肯定还会有后续 变庄本身破绽太大 很容易被人算计 倘若一切真如自己所料 后续构陷变庄者 怕是会自己站出来 那般就很明显了 针对变庄 就是为了拉他这个太白精心下场 事是小事 但背后之人所图 应当不小 嗯 李长寿轻轻皱眉 看着灵珠子风风火火 冲向太阴心的画面 不由皱眉思索 罢了 让他跟玉兔联手 去震慑下那些嫦娥也好 自己这个总教席 也该去月宫中做作了 不过在此之前 还是要去找玉帝陛下商量商量 这可是天庭大事 而且是这段平静日子里面难得的大事 玉帝陛下已是摩拳擦掌 迫不及待想要有点故事参与感了 做全臣的 自是要为玉帝考量 把这事也给玉帝陛下安排上 于是三日之后 李长寿的指导人 笑呵呵地出现在月宫中 坐去了自己的老位置 架个烧烤架 品一壶玉拳兵样 宜然自得 他笑道 各位不用在意 我也是突然想到 自己还有玉帝陛下托付的总教席一职 天庭各处事物繁忙 我一直未能履行这般职责 心敌有愧 心敌有愧 来 接着奏乐 接着舞 言罢 李长寿翻了翻面前肉串 眯眼轻笑 殿内众肠鹅倒是没什么异样 他们也知道 太白星君来此地 是位震慑暗算变装之人 这时既已查明是有人构陷 太白星君能顾全他们颜面 用这般方式 温和施压 已是颇为仁慈 这几日 灵珠子和玉兔 也在月宫之外到处溜达 盯着每个过路的仙子 同样让各位仙子略感压力 李长寿在月宫一座 灵珠子和玉兔 在月宫这一转 就是数月之久 正当李长寿暗自嘀咕 这莫非真的是西方教单纯蓄意报复 月宫中就有几名仙子出现了异样 连续两次旷班未来练武 这几名仙子 恰好是当日沐浴的十几位仙子中人 果然来了 李长寿沉吟几声 知道自己命令一下 传他们过来问话 后续之事 可能会朝各种匪夷所思的路线发展 甚至有可能会牵扯到道门三教 或是瑶池王墓 但此时明显发现异常而置之不理 对天庭众仙神又无法交代 这算计到底谁安排的 竟如此难对付 且完全不是西方教的形式风格 李长寿突然想到了一个老友 轮回塔之主 阿藏 这世纪上次与地藏博弈东海 其差半招后 李长寿第一次感觉自己如此被动 要破局 还不到时机 水还是浑的 看不清池底 李长寿并未着急出手 先思虑清楚后事 给每个可能制定好补救之策 后备方案 随后才招来敖蚁 冷着脸对敖蚁下令 将那几名可疑的嫦娥请来问询 这一查 真就牵扯出一连串的后续 那几名嫦娥被请来越宫 众目睽睽之下 没有撑过三个时辰 一名仙子到新 受不住压力崩溃 讲述了当日之事 有四人动手 暗中设计了半年之久 终于找到机会 将醉酒的便庄半路偷来 放到了月华池旁 一名主谋 三名同谋 这主谋者 正是当日说 若非知晓 便装是太白新郡的左膀右臂 我便一见 将他杀了知炎的那仙子 李长寿将那三名同谋 从轻处罚 只是禁足百年 随之 李长寿想顺水退舟 言说这主谋 与便装有救戏 乃个人报复之举动 就要将此事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怎料 嫦娥中也有不少正义感爆棚的仙子 站出来对那主谋者各种斥责 言说他败坏了月宫名声 要将他自嫦娥不上除名 此女子迅速崩溃 哭喊着 我也没法子 他们抓了我亲妹一家做妖邪 逼着我这般做的 李长寿 这反转 丝毫不出他所料 此时心底的那十多条 可能已消散了大半 只剩下几条推测 通往真正的答案 李长寿缓声道 各位仙子莫及 让本心郡来问 你口中的他们 是何人 那主谋者失魂落魄 双眼垂泪 竟是如此楚楚动人 当真有些我见有脸 他低声难难 我也不知是何人 我上次 回家省亲被他们制住 我妹一家都落在他们手中 只是 我听闻 他们说起了一句 一句 大人 我不敢说 您从重处罚我就是了 还请您大慈大悲 出手救救我妹一家 你说就是了 李长寿温声道 你妹一家若真被人挟持 天庭自不会不管 谢大人 谢大人 我听他们无意间说起 这次定要让你与横娥仙子生气 免得横娥仙子这三届第一美人 坏了他们云霄师姐的 好姻缘 结教仙 这只是浅层的答案 李长寿并未着急 心底反倒松了口气 事情已是水落石出了一半 但对方设计的这条路 自己走到现在也就罢了 继续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那就有些失策了 背后算计者 想把事搞大 那就彻底搞大 对方想让道门三轿爆发冲突 那就让三轿起冲突 把事情彻底搞到 对方无法承受的大 算计来算计去 算计到了云霄身上 真当他指挥周全 不敢掀桌子 吻一手 空明道心 齐 李长寿极快的内侍自身 判断自己有无被捷运影响 发现并无天道之力的踪迹 便知这非天道 要提前落下风神杀劫 八成是有人等不及了 想提前引动大劫 下方 有嫦娥领队道 新军大人 此事该如何处置 送去灵霄殿 李长寿道 此事事关云霄 云霄是我道理 我不便继续出面 便去做解救此嫦娥家人之事 还请替我启奏陛下 此事必须一查到底 查到谁都不必停下 天庭威严不容有失 我倒要看看 谁有这般胆量 挑衅天庭 挑衅天道 挑衅紫霄宫 话毕 李长寿长身而起 拂袖而去 看似平静 实则火气冲天 留下一群嫦娥凤眼邓妙目 各种坠坠不安 他们就是些舞者 哪里经得住新军大人这般怒火 李长寿触得月宫 静止朝太阴星之外 驾云而去 面色黑如锅底 一缕流光自侧旁飞来 化作金鹏之影 凑到李长寿身旁低声道 老师 有件小事 何事 便老夫人派人送来三百位眉毛少女 此时就在冬天门外等候 金鹏嘴角一瞥 根据便家来人所说 他们少阁主 就没受过这种委屈 便老夫人对此事颇为恼火 但也知天庭规矩 这三百少女 进入便庄府中 也就开凿个宝池 每日在旗内沐浴 不会多外出走动 李长寿哑然失笑 笑道 这位老夫人 也是真有一手 你去呵斥便家来人几句 话不要太重 随之 李长寿传声道 你稍后暗中行事 我去调查一名嫦娥的家人 会故意放慢步伐 将消息提前给你 你且去试试 能不能救下这一家 若能救 就保护好他们 直接带回天庭 若是救无可救 所见只是尸身 就焚尸灭迹 不要留半点痕迹 莫问为何 是 金鹏鸟传声应答 又含笑拱手 老师放心 我自有分寸 不会让便家太委屈 言罢 金鹏转身顿去 李长寿双眼一眯 只到人继续摆了个臭脸 回返太白宫中 借题发挥 他可是行家 都要保护了个臭脸 吴风 都要跑到飞 颧忍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